我們駐南非的代表 陳代表 跟警政秘書 現在人在啃亞嘛 他現在人已經在啃亞了 也就是上一次 啃亞的電信詐騙犯 詐騙案有40個嫌犯 下禮拜一要宣判 其中五個是我們國家的國籍的人士 是的 所以我先請教你就是 目前陳代表跟警政秘書 在那邊處理的狀況怎麼樣 呃 你有沒有 那個我們請副市長 來 把握時間 是 報告委員 那個陳代表還有警務秘書 剛剛才到 剛剛才到 剛到啃亞 那他們去是 目標是什麼 呃 希望在這個審判前呢 先跟這個啃亞方面呢 能夠接觸說明我們的這個立場 那啃亞政府的態度呢 到目前進展不順利 就是不理你 那現在這五個 因為下禮拜要宣判啊 宣判就兩個結果嘛 那一個是判有罪 一個是判無罪 那以這個部長你長久在外交領域看的 如果判有罪的狀況下 這五位大概就留在啃亞服刑 還是會引渡到他國服刑 如果判無罪的狀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 呃 剛才副市長告訴我說 下禮拜一還是在審理的過程上 還沒有判 還沒有判 所以下禮拜還是審理 不會發生在下禮拜的當中 人又被帶去北京了 會不會 審理 審理階段呢 是那個法官來禪遞 是不是宣判 或者是 還有再繼續詢問下去 所以我剛才問田姐呢 因為肯下我們不了解 下禮拜會不會發生 就是這五位 就移到中國去了 有沒有這個風險 你們在那邊很辛苦啦 陳代表也很認真 我現在只是想了解狀況 下禮拜會不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這個肯下跟我們的關係啊 的確是非常的特殊 我們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辦法 在這樣的一個東非的大國裡 設立一個代表處 也因此呢 這個我們之間的這個交往 就陳如副市長剛才說的 的確是非常的不順利 而肯下的這個國家呢 恕我很直言 也充滿了許多這個不確定性 也因此呢 我們也沒有完全的把握 所以下禮拜發生什麼事情 一切未知 我們還要等到這個陳代表在第一線啊 在納羅比亞給我們進一步 部長為什麼我特別要提這個事情 因為剛好政權的交接前後 是 陸續從肯亞馬來西亞 一直發生類似的事情 對 那我們一方面體諒說你就任十來天 但一方面又不能體諒因為什麼 這個東西你在外交單位這麼久了 那國際有個現實我們總是希望 處理的態度跟方式有一個標準 有一個標準 而不是說我們放棄了我們自己的法權 放棄了一切東西 這個事情我希望就是說持續關注 那我還是說你們陳代表在那邊 蠻認真的啦 那我接下來請教就是說 剛才有提到抗議性 本期真的也是希望說抗議性 能夠揭露出來 因為 你先聽我說完 就是說我們 WHA對台灣的待遇是充滿的不公平 我們知道 可是國際現實不是因為你委屈 人家就要理你 不是你在那邊坐在地上哭 否則我們下一次收不到邀請函 有那麼嚴重的話 那為了國家利益 我當然尊重你不公佈 只講蓋藥 如果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甚至以往有公佈的情形下 為什麼不公佈 我想我們會把這個實質內容 交給委員參考 所謂實質內容跟抗議性的內容 差別在哪裡 就是說我可能沒有辦法 整頁的copy給委員 因為這還牽涉到我們跟 WHA秘書處 這個抗議性幾個page 一個page吧 我跟你講 一個page 對 所以整頁的影響你認為不適當 我覺得整頁是不適當 但是把重要的內容 把比如說前面的一些問候語 最後的一些問候語 把這些省掉 我尊重為了國家利益的專業判斷 但是請你也尊重 就是國會或者國人 總是希望能夠看到全貌 是的 我真的誠心的建議就是 如果全貌的呈現 沒有影響國家利益的狀況下 越透明真的越好 我完全贊成 越透明真的越好 這個我真的建議 那因為外交的領域有很多未知 我沒辦法強加要你全部拿出來 但是如果可以 真的是越透明越好 好的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知道 我們目前在外交的困境當中 身為2300萬人當中的一份子 我覺得尤其外交領域的人 感受應該比我們更深 我曾經到義大利開會的時候 聽到中國的代表罵我們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心情是 你那個悲憤莫名的 莫名其妙我們為什麼要被這樣欺負 我們沒有一個名字是正常的 叫Chinese Taipei的有好幾個 叫ROC的還不錯 還有APO還有CFAC 那有叫台灣ROC的 common ROC的 有叫台灣的 有叫TPKM的 有叫China 瓜湖 台灣的 也有叫台北 還有其他名稱 我們大概對外名稱就是這些樣態 對 那這些樣態 有沒有可能把它調整為 可以識別這2300萬人的 不管叫台灣或者叫TPKM 有沒有難度 有的也許你一改名字就被趕出來了 對 我想王委員也很清楚 這幾個名稱中間就有相當大的差異性 那如果不管你要ROC 台灣common ROC 台灣 對我們來講 這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名稱 那你叫我Chinese Taipei 我雖不滿意 但是還可以接受 Chinese Taipei 我待會我們再研究這個 因為這些名詞裡面 有的會牽涉對主權的貶義 對 對中國的歸屬 一個中國的問題 它有很多的樣態 幾十個國際組織 那我們的名詞 就是說你如果碰到美國人 它大概就一個名字 國家就一個名字 碰到United Kingdom 它就是一個名字 對 台灣太厲害了 台灣是變形金剛了 不同團體不同的名字 所以說我們的國主司的同仁 就有很多事情做 搞得他們 要不然這個 這種事情太多也不好了 當然 不能因為這樣有事做 當然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說 如果我們外交的努力 把它往一個名詞方向去走 這是一個方向 那剛才講Chinese Taipei 我們現在看到有些人在連署 因為用了Chinese Taipei 要譴責你們看 我覺得很遺憾 也很魅於事實 對 Chinese Taipei 是從澳會模式開始來的 而澳會模式 不管是在19 我看從1960年代 1959年 1960年 人家澳會是要叫我們台灣澳會 叫我們FOMOSA澳會 叫我們的代號叫TWN 是那個時候的政府 我也不譴責它 它那時候時空背景 不要 不可以叫台灣 不可以叫FOMOSA 然後一直逼逼逼 一直到逼到1984年的奧運 我們才正式接受Chinese Taipei 而現在這一群人 因為你們用了Chinese Taipei 還要連署 還要譴責 其實可以譴責是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去接受Chinese Taipei 但是這Chinese Taipei的 因緣機會是這樣來的 我們錯失了用台灣的名稱 我們錯失了用FOMOSA的名稱 我們甚至於錯失了在聯合國並列席次 只因為那個漢賊不兩立的決策 那個時空背景 有它的決策依據 對錯歷史去論斷 但事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叫Chinese Taipei 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我們充滿委屈的 而這個委屈跟不能接受 是來自於中國國民黨過去執政留下來的 所以當我看到中國國民黨 在院會裡面要譴責你 譴責林周元部長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荒謬句 我們其他人可以譴責 可是過去留下Chinese Taipei這個框架的人 還帶頭在譴責 還帶頭要說明 還帶頭要求要什麼東西的時候 這個變成我們不講還不行 所以我現在請問一下部長 我們接下來應該還會再接受到 WHA的邀請 是的 明年應該還是 今年這樣的委屈是為了求權 是 那明年的邀請 還會再發生 在聯合國的決議 一個中國 中國 中國 祖國 還會有這樣的情形下嗎 我們在這段時間 當然要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要做努力嗎 那國際的友邦會協助 國際 我們有所謂叫做 like minded country 就是理念相近的國家 這都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外交要有個進程 我們不能永遠提到一個點 就是說當今年發生這樣的狀況 明年的邀請函如果長得一樣 明年的演講稿又還只有Chinese Taipei 明年你的抗議心又不能公開 那明年我相信我們在座這幾個 你們執政的政府過不了我們這一關 不能都一樣 我最後我那天提你們次長 次長不錯 次長提了一個創意 我覺得可以思考看看 我們外交部次長 就是說我們現在對我們國家的標準名稱 我們最喜歡的是Republic of China 那等而下之 Taiwan Common ROC 你們有一個標準嘛 一個一個層次下來嘛 他提口到覺得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思考 他用羅馬拼音 或者用我們的漢語拼音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我的護照上面如果出現的是中華民國 大概國內的人大概可以接受 不管是藍是綠 你總不會認為中華民國不好 國外的人大概不會把我們跟China混在一起 因為很難懂這是什麼東西 他就是這個國家的音譯 就中華民國 如果把這個列為我們標準名稱之一 他那天提我 我真的認真回去想了一個禮拜 我本來很討厭很反對這樣的想法 我還想還不錯耶 部長你覺得這可不可行 他也是叫中華民國啊 這個說老實話我也沒想過 Kembolea 他也是音譯啊 Kembolea他叫Kembolea Japan他也叫Japan啊 那我們就叫中華民國啊 那你護照上面用中華民國 Freddy他大概也不會去貼貼紙啦 這個拼音可不可以 他也沒有貶義我們的國格吧 沒有嘛 就用我們國家標準拼音嘛 這個我們在國際組織啊 用的所有的名稱啊 都是經過跟主要的國家商討 那個要討論嘛 但是我們常常會討論我 部長我們討論下我一開始為什麼列那麼多名字 我們討論完之後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國家有好多名字 好多種名字 那這一種的話 可以努力啦 當然這是一個創意 很多國家真的是用音譯拼音放在上面的 而這個音譯拼音放在上面 對國家沒有減損主權的降格 也不會讓外國把我們跟這個PRC混在一起 欸 不壞耶 好 部長可以考慮吧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王委員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羅智政委員 主席 可不可以麻煩李部長 羅委員早 部長早 那個 王委員那個建議其實不是很好啦 因為很多國家的護照上面有時候連英文都沒有的 日本國護照就只有寫日本國 對 他連英文都沒有 那既然這樣他不敢把Republic China 英文就拿掉就好了 所以一定要去弄一個 中華命過這也是蠻特別的東西 雖然很有創意 但是很多國家不知道你很清楚 很多國家護照只有 封面只有自己國家語文 對 連英文都沒有 對 所以那個